大家好 今集又回到澳湖 分享一下蒲國菜 餐廳的名字叫小飛醬 鮪魚騰仔 上午11點50分開門 直到晚上11點 餐廳的門口在樓下 不過用餐區就在樓上 可以自己走樓梯上去 今次是周末五六點來到 當時客人不是很多 基本上都不用等位 入面座位舒適 餐廳都整齊乾淨 坐下後再看看餐牌 款式也不少 可以散叫也可以叫套餐 這裡的安排跟其他西餐廳差不多 點完餐就上餐包 不過第一個試的是它的飲品 今次叫了葡萄牙啤酒 之前沒有試過 馬隔油球是葡萄的小食 感覺好像是魚蛋和薯球之間 是魚蛋和薯球之間 燒麥魚是另一個好小食 麥魚的肉質鮮嫩 燒焗魚這裡做得不錯 魚的肉質都頗豐厚 我便很少吃 蒲國雞這道菜很熱門 這道做得不錯 我便很少吃 然後看看它的豬手 餐廳處理得不錯 餐廳處理得不錯 然後到葡式的魚豬 它是葡餐的名菜 到主食的部分 我很喜歡它們的馬隔油炒飯 另一個是葡式海鮮飯 另一個是葡式海鮮飯 茄汁味都很濃 今餐叫了兩款蔬菜 第一個是炒雜菜 第二個是葡式海鮮菜 第二個是葡式海鮮菜 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 好,今餐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